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光大银行 这好啊 正大光明 光明正大 这个名字可响亮 心里美 五千块钱到手了 下午朋友来了 什么呀 德纲 名字起好了吗 绝对起好了 可得想料 错不了 你儿子叫光大 说完朋友论远给郭德纲一嘴巴 我滚蛋 我姓唐 睡一嘴巴叫齐大衰宝 我们介绍 拿身份证 您好 我叫大衰宝 多说五回 这书也就能结了 咱们恰热闹的就是书 因为现场卖票 大伙不上班 抽时间到这来听书 要是给您磨磨叽叽 人不对话 给您对一下午 您就该不值得觉得 哪热闹 哪开打 哪是情节好 咱们说什么地方 真正要小武艺说全了的话 最起码如果天天干的话 得三个月 我们呢 我是每周五说一次 所以说时间也不会太长 上次说的哪儿啊 说到正热闹的地方 徐良晚上睡觉 喝多了 热呀 男人这一热怎么办呢 把衣服就脱了 那个时候 封建年代 按说这一丝不挂是很不文明的事情 现在也不文明 当时徐良不在乌里 衣服脱下来往旁边一换 一丝不挂 床上一躺 睡着了 睡得这个死了 还笑呢 徐良 听一丛挂乐了 小豪 要钱呢 找了 正这会儿 来俩贼 叶族千宗进来 要刺杀徐良 刀拿起来 一看 徐良还睡着 赤身露蹄 性感 徐良长得像吊瓷鬼 身形也像吊瓷鬼 您想这个吊瓷鬼一丝不挂 这形象 可想门之 两人没见过 这还欣赏 你说别看了 下手吧 我不是舍不得 不爱什么 拿到要杀徐良 这要歌到平常 徐良能听见 徐良那是什么身份 练功练的 晚上说实在不会睡的恨俗 进来人了 风吹草动 山西岸一听就能听见 但是今天可不行了 徐良喝醉了 又有烦心的事 又有愁事 找了 俩人进来 刀都举起来了 徐良还没感觉到 眼看刀 眼看徐良就完了 这铺底下有一位 也不知道什么时候进来的 想出了来不及了 始祖的力气一拖给床 卡 这种劲也不小 也是玩了命 能给掀起来了 整个哭 徐良就摔倒在地 喷啦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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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窗头上金丝大魂刀落地 发出清脆响亮的声音 说睡得再死 您都掉地下了 您还不行吗 徐良醒了 哈 一看面前俩人拿着刀 磕了徐良气坏 张嘴要骂 这俩人一看杀不了 徐良 飞身跳出窗外 上方就跑了 徐良能让他们跑吗 飞身跳出来 再后头就追了 哈哈哈哈 徐良是玩的命 非得把你们注意上不可 山西岩有能耐 心想我出世 这么久 什么人敢刺杀我 吃了雄心吞了暴胆 我非得看的是谁 徐良 追着追着 感觉到冷 哈哈哈哈 一头一看 撒我 噔噔酒 慢性是大半夜呀 这要是白天 就麻烦了 把徐良给扫了 我是不会法术嘛 这我要是会法术 掐掘念咒 吃雷黑 打着码多好啊 哈哈哈哈哈哈 也别追了 这还怎么追呀 赶紧又跑回来 回到自己这屋 飞身跳进来 把自己内衣穿好再找 外衣是踪迹 不见 不光外衣没了 金丝大环都没了 标闹 低头紧背 化妆服也没了 就连身份证都没了 哈哈 宋朝也有身份证 那当然了 什么时候都得有 只不过去 徐良这叫龙边信票 说我是以前带刀护卫 谁信的 您掌声 某人以前护卫 我有证件 龙边信票 皇上大印盖了 这个东西都没了 这可就要人亲命了 可麽徐良给气坏了 活壮明良 心想今天我住进了贼店 曾公票出当院 等当天一声贺涵 有没有没睡觉的 都干嘛出来 你们这是个贼店 山西人让你们给吐了 你们出来 你们是山群 这野马 全乱了 怎么回事 这些怎么这样的 没有说穿着那衣内裤出来溜达的 神仙爷 神仙爷 怎么把须帘叫神仙呀 前面都说了 徐良兵打猛虎 猎虎不知道 问你怎么 你甩手那老虎就趴那了 你要做别人 徐良所打标不就完了吗 徐良没有 说我是神仙掐掘念咒 一道金光 好呼一息 神仙爷 您这是练什么功夫呢 你少废话 你们这是个贼店 我把他东西都没了 我把他刀也没了 标也没了 红天心票也没了 可不把衣服给租走了 那你们这是个贼店 哎呀 您别吵吵 我们这可不是贼店呐 我们可太乱方了 到底是怎么回事 徐良一看这些人呐 又冷静了冷静 一看都是很土石的装护人家 不像贼 贼能看出来 能看出来 这跟这个面相 长得 这跟丑俊没有关系 是他的气质你们看出来 你瞧这位 不想跟他打交道 看着就这么刁钻 有的一看就不想讨人 这玩意都挂下 徐良一看这些人装护人家 肯定是没有贼 冷静了冷静 我问你们 你们这块有没有什么山贼呀 有没有什么山寨呀 我们这没有山寨呀 我们这地方叫三千户 前边那大街出去是个大镇店 过了镇店过了江 是一道山岭叫朝天岭啊 啊叫什么 朝天岭啊 那倒是有贼 不过这也太暖了 人也放不上抠您的东西呀 徐良们机灵灵打了一个冷战 朝天岭 我到这干嘛来 找四宝捉拿白居花燕妃 据说燕妃就落在了朝天岭 看来这离朝天岭不远 这看来还对了 但是我这衣服到底让谁给拿走了呢 徐良想 怎么想也想不起来 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 你们又没有衣服 把镜子一套外穿上 我不能穿着这个出去呀 找衣服吧 简单给徐良换上 穿着很不自在 这一宿睡过着觉 第二天早晨 徐良往前头大阵边走 心想能不能在街上碰见偷盗之人 很烦 散散心吧 正往前走 有一个胡筒 徐良抬眼一看 前边有一个大宅院 是人家的后院 后院里有一个楼 楼窗开着 挑出来一个竹竿 竹竿上有一个大包袱 插着金丝大纹刀 低头紧背化妆油 标囊徐良那套衣服 这儿还写着条 徐良走进一看 本宅代卖金丝大纹刀 代卖标囊 低头紧背化妆油 里边还有一小瓶醋 山西人好喝醋 多少钱是三千两银子 徐良给气 这是叫盘的狗啊 还敢挑出来 肯定是个贼儿 有些人分身上去 把东西拿走 真如同碳囊一般 但是徐良不能这么做 我把衣服拿走 人家说不是你的 我成贼了 怎么办 我得看看究竟是谁 徐良顺着墙高 绕到前边大街这 一看真是一个大宅门 门屏高大 上下马石这边有灯笼 里边有门房 门口有条凳 条凳上边坐着三个裸契 都是短衣金小打扮 干净利索 手里拿着扇子 聊着天 我说这天可不错呀 那是啊 你瞧 你看那人穿的 有意思 长得跟个吊丝鬼似的 穿着衣服肥肥大大 不合体呀 说的是徐良 徐良穿着别人的衣服很肥 徐良走到跟前 用手一指 要逮 干嘛呀 你这个贼妖 赶紧把东西给我 把金丝大环刀 还有标囊的给我 要不然的话 你把我把你的贼妖给烧了 嗨 你有病吧 大早晨起来跑这儿找晦气 你也不打听打听 这是谁的宅员 我管你谁的宅员 你这儿就是个贼妖 赶紧把东西给我 陕西人 哼 谁拿你东西了 金丝大环刀 三千两斤子 你把给我 哎呀 我说 老王 瞧瞧了吗 大早晨起来 这是来的疯子呀 咱们这宅门 能卖他的东西吗 三千两银子 咱能缺三千两银子 干嘛呀 跑这儿找事来 我消消消他 这主根本就没把徐良 放在眼里 站起身来 哼 好小子 他们跑这儿找贵妾 赶紧滚 那么不走 你们把金丝大环刀给我 哼 谁拿你刀 咒 啪 啪 就一拳 徐良以刀的腕子 往回一转下巴一个扫堂 哼 哼哼哼哼 哼哼哼就摔一阵 那俩过来 徐良啪一啪子 俩人就啪去了 这门房能跟徐良打吗 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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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个 哎 啪 你个臭鬼 你等着 我们到里边报信去 是爷们你可别走 我不走 东西拿不了 我不走 许良火大 这仨个登登登 帮你跑 正帮你跑 就看大里边出来几个人 几个下人 簇拥着一个青年男子 青年男子 帅气 啊 长得跟我插个人 精神反正短衣巾小打扮拿着折扇 瞧这意思好像刚练完美一样一边往外走一边聊天旁边人风撑着 少爷 您这功夫现在真高啊 我们可太开了眼了 哈哈哈哈 不行不行 是吧 你们看我这个功夫现在到江湖之上 够个侠客吗 哎呦 侠客 您是侠客的爹 您太够了 您功夫了不得 我们都得跟您学呀 瞧您那野马分踪 哼 分的那个漂亮 您这哪是野马呀 您是千里马分踪啊 哎呀 魔绕嘴呀 哈哈哈哈 瞧 这拍马屁嘛 什么好听就说什么呗 啊 往外走 勇打外 登登登跑进来 这三个人 哎呀 哎呦 少爷 哎呦 少爷 嗯 一看浑身上下都是土 鼻青脸肿 怎么了 嗯 大早晨起来的 怎么这么慌啊 哎呦 少爷 您赶紧出去看看 外头来一疯子 说咱们家偷了他的东西 还要什么三千两银子 您说咱家缺三千两银子 这是找事来的 哼 这事要疯啊 大早晨起来跑这儿来找事 小的门 瞧瞧去 让你们瞧瞧 少爷我的能耐 呃 你得好好瞧瞧 待会您就使您那野马分踪 我还会别的呢 错不了 少爷 您是侠可的爹 哎 说了话来到外头 一看徐良在这站着 气得脸都发紫了 你想 本来徐良面赛紫阳干 就是紫脸 这一生气 紫中红 红中紫 就跟那个茄子呀 烂了似的 这一站都哆嗦了 嗯 徐良等着 心想我倒要看的是谁 一看 由那里边 呼啊出来了 像少爷在当家一走 拿着折扇 我瞧瞧 大白天的闹鬼呀 怎么徐良长的相较死我啊 少爷就是他 叫这小子 喝给我打的 我告诉你说 拿我当儿子这么大呀 三推一旁 瞧瞧我的 哼 这主来到徐良跟前 看了看 我说 丑鬼 姓子名水 报上名来 嗯 我是谁 你甭管 你们把东西给我 喝 张口一个拿你东西 闭口拿你一个东西 我看你是跑这找倒霉呀 严子 早晨起来 少爷我也没事 活动活动 拿你叔叔皮子 小子们 闪开呦 说什么闪开了 再看你先这哗啦脸庞一分 二龙出水师 少爷往单中一掌 先先叫啊 打他 少爷走着 让他知道知道 来的野马昆宗啊 来过的桥 躲了他 徐良看着 那你们这块儿伤我都不怕 哈哈哈哈 丑鬼 我 少侠可爷 人送外号 打遍天下 无敌手 横拥大将军 高的高去 路里飞坑 走高楼 你这么外号 开场了 那你不要废话 你赶紧动手吧 好 丑鬼 你来看 让你见识见识 这叫左跨虎 我自己还来跨虎 又跨虎 神神经济独立 自己在徐良面前 打了一趟花拳 和旁边人叫好 好工作 好啊好 丑鬼你完了 哈哈哈哈 你看他 你也够累的了 哈哈哈哈 咱俩是贵党 不是看你表演 你来呀 我在这儿等着你呢 我看你练功夫有什么用 哼 这叫活动活动 丑鬼 你可留神 今天说打你的鼻子 不打你的眼 你可留神 上个啪就晃 你先啪就一拳 这小子真有功夫 真不是范虹 你别看练这一趟 好家伙之喘 真伸上手 伸手的个快 啪就一拳 徐扬卡八流 受过名人的传授 但是 这个小子也就这么一次 看这拳奔自己面 能来了 徐良往旁边微微一晃声 就这么一侧 一拳打空 这小子想把拳撤回来 再来一拳 他这一撤 徐良能让他撤吗 还没撤回来 山西燕伸三个手指头 一掐他这手臂 啪 就给撒手臂一掐 徐良那手 那是练过英爪力格 瞎盖石头都能给捏碎了 掐手臂 啪一掐 威眉一使劲 也就两成劲 再看见公子 我错了 他跪那儿的 哎呀我的钱的 你太厉害了 抖棱抖棱手 哎呀伙仇伟 你别走 你打了我不算能得 我找人去 今天才把你废到这儿 晓得没 咱 大伙一瞧这就别横了 这位登登登登 往里跑 大伙跟着 抖棱你可别走 你要走东西就就不给你 他就不走 我就等着你们 徐良心说 我倒要看看你们 宅里还有什么高人 再说这个年轻的后生 登登登登 往里跑 直奔书房 书房门开着 早晨起来 本宅院的老主人 正在陪客人喝茶 刚吃完早点 吃了点点心 喝茶聊天 正聊着呢 一看这个姑子 登登登跑进来 本宅的老主人 脸色一沉 心说 不懂事啊 这还有客人呢 怎么这么慌张呢 一看 怎么这么狼费呢 浑身上下都湿透了 干嘛去了这是 他哪知道吗 自己打了一趟拳了 再让薛梁一掐 浑身都酥了 哎呀我天 爹 嗯 健波客人 你怎么不喊出来 不是他们超便利点 受了受不了 这么不慌 好咯 好咯 怎么了这是 你快看着去 卖锤 外怎么还找事呢 我哎 我不含糊吧 还可以 把我打得跟孙子似的 什么过来 我把你打得跟孙子似的 那为父我成什么 哈哈哈哈哈哈 我就说这意思 我讲了我楼两下子 哎呀我这 当在面吧 晾了我 我当给他一拳 哎他躲开 你说这玩儿 一伸手当我手腕,哎哟哼,现在还麻呢 别您看得下,他就在门口呢 哎,他走不了我到底,您得给我出气呀 这晚要是不懂怎么办呢 这是关系精 还你说,贤侄逢钱带路 我收拾他,哥 您去,错不了,您是侠客 那是,我是侠客的咪 给咱一套词 真是想法的咪一套 这么大个年纪了 是,是,是两条件 怎么这么管住 你别管,我弄死他 哎,我得了,我陪你走上一遭 走,看着见 这个客人哪打不上 好家伙铁区别路喘着粗气往外走 走不就完了吗 真没有可能感到 一边走一边骂 嗯,喷嘛 瞧瞧,哪个缺爹少娘的货 看他 跑这闹事来 我试试,我臭死他 缺爹少娘的货 一边骂一边往外走 后边这年轻后孙跟着叫行 对,他就是缺爹少娘的 来到了外边 这客人还骂了 全爹少娘的货 呵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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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呵 这后手我说他呢 他缺爹少娘 那客人 姐姐姐姐 哎呀 怎么是你呀 梁子 谁呀 徐梁的父亲 大无义的三爷 穿山鼠 徐庆 大无义各位 名头这么响亮 这徐庆这不二百五吗 徐庆就是二百五 大无义里头真正说有寒养的 那得说是大爷钻天鼠奴方 要说足智多谋 那得说是四爷翻江鼠蒋平 要说最有能耐的 为人最仗义的 那得说是锦毛鼠白玉堂 实实在在的二爹寒张 徹底鼠 最二百五缺心眼的 就徐梁的鼎 哈哈哈哈 你要不缺心眼能来这么一套话吗 嗯 徐梁站起来了 爹 嗯 我想问你一个事情 哈哈哈哈 滚吧 我真正的爹是谁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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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哈哈哈哈哈 对自己的身世 产生了怀疑 哈哈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我的娘是谁 我太可怜了 哈哈哈哈 我都快准过周年了 哈哈哈哈哈哈 我都不知道我爹娘是谁 哈哈哈哈哈哈 谢谢你收养了我这么多年 谁还带我 谁还带我 我知道是你呀 拿手一只这后生 你怎么没说是你桑葷鱼粮呢 我这我这我这我哪知道这是鱼粮呢 说那么热闹 这是哪儿啊 延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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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宅的老主人 人送外号 大当镇陕西 叫延正方 也是江湖上的侠客 是真有能力 跟徐庆是过密的交情 但是好多人都劝延正方 您这么有身子 有寒雅的人 您是说您交易二百五 咋您带的我看也没有现在 这个后生是谁呀 延正方的儿 叫延齐 大伙都管他叫延琴 延琴有一个外号 自己起的 打命天下 不对 说刚才那个 长的外号 每次都得背一段时间了 赶紧让进来吧 大仗到客厅分拌煮落座 徐庆一看徐梁 徐庆就气了 怎么这办家呢 大小白眼眉山西燕多币人群 三首大将开封府 护卫多大的身份 穿着一身 梁子 阿爹 怎么穷了现在 你衣服不合身啊 阿师不合身 我把衣服让人给抠了 谁偷的 那就他们家人偷的 到底怎么回事 延正方也纳闷上 偷眼看延齐 齐儿 你偷你三哥衣服 有呢 能得吗 他弄我手腕 现在还疼呢 三哥是我偶像啊 我能偷他的衣服吗 那也背不住啊 你万一是脑残粉啊 哈哈哈哈哈哈 人情说我没听懂 哈哈哈哈哈哈 玩回国就懂了 哈哈哈哈 这一聊到底怎么回事 徐梁就把经过一讲的 黄宗怎么又四老 怎么白沙汉力泪 怎么灭了团城 怎么又捉拿白薛花 我打算去朝天陵 听说四老和燕妃 落在了朝天陵 但是三千互标打猛虎 我晚上睡觉 由于喝多了 我太热了 我就一丝不惯睡了 好像是来俩刺客 我就纳着门 床子还翻了 把俩刺客吓跑了 我去追 感觉到冷 我一看原来我很艺术 哈哈哈哈 我跑回来了 回来一看 东西就全没了 这衣服是找人借的衣服 我借的衣服白天我来溜的 发现您家后院有个楼 挑了一个竹竿 竹竿上有一个大包袱 把我这东西都包好喽 这边还有个大纸条上写着 本宅代卖金丝大分刀标囊 低头紧备化妆奴 外带一瓶葱 三千两银饭 所以我才来闹市 这是一场误会 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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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像作为胡莲花似的 所以叫胡莲 哎呀 他晚上去透露一下 我的丫头是有萌妹 我是什么的 但是他有意见 刚才徐良说的 他是一丝不挂 你一个大姑娘家家 你跑男人的床子去带你去 你就不嫌笨吗 哈哈哈哈 你看一丝不挂 哎呀 未出阁的大姑娘 这是一丝不挂 哎呀 把头给扫的呀 羞杀我爷 你看原情 到后头 让你姐姐 把东西摇来 哎呀 放小东西 原情给乐 心想姐姐 你倒了没了 那 这个严英云呢 确实是有能力 严琴啊 总是剩他姐姐的亲户 姐弟俩没事儿鼻舞 姐姐不是给来一巴掌 就是来一脚 每次鼻舞打得鼻群连肿 在生活当中 姐姐压着他一头 没事儿老气他 没事儿老妻子老损他 你大老爷们连我都打不过 你说你还活什么劲啊 你跳河死了就算了 你哪个大老爷们天天让女的这么说呀 是你是我姐姐 那也不行啊 都活了 可是爹爹还向着自己的姐姐 这种恶气出不来 今天你看机会来了 姐姐你是着倒霉 我得拿你着着乐 严琴坏了 啊 点逐一转有主意 直接奔秀楼 登登登上来 啪啪一凿门 姐姐 哟 严琴啊 大早晨起来的干嘛呀 啊 又要跟姐姐我切磋切磋呀 姐姐 我能进去吗 进来吧 门一开进来 这都无欲 你说姐弟那也得问他 不能大人推门一进来 又换钱换了 什么呢 呵呵呵呵呵呵 能进来吗 进来吧 门一开 严琴进来一瞧窗户开下 有一株肛 童话下头是什么看不见了 姐 呵呵呵呵呵呵 乐什么呀 大早晨起来的 你这笑就不是好笑啊 有什么事说吧 姐 佩服你 平时打我 我还不服 今儿我真不服 要啊 今儿怎么服了 您猜咱家来谁了 谁啊 白眼眉许良来了 哦 许良啊 找来了 我早就知道他得来 来了好啊 来了好啊 赶紧把东西给人家 咱惹不起人家 有什么惹不起的 他爹不在咱家住的呢吗 哎呦别替他爹了 许良好家伙 我算开了眼了 骂他爹骂他呀 跟骂孙子 到咱家谁都不服呀 咱爹有没有能耐 大都正陕西严正方 在许良面前 连个屁都不敢吃呀 我我就刚别提了 我这不赶紧求你把东西给人家 咱是靠不起人家 嗯 胡编女 严严女 柳梅倒树 姓严冤芳 怎么着 许良真这么狂吗 何止是狂了 你这么一看 破口大骂 说咱这是贼窑吧 啊 说咱跟这个陕西长天里勾着 你说咱冤不冤的 姐姐你也是 你没事你招惹他干嘛呀 你把东西给人家不能玩了吗 嗯 好啊 我偷他的东西 我就是要教你教你他 没想到他不知悔改 到咱们阳家来闹事 这也是他要找倒门呀 弟弟 你投钱带路 我去找许良算账 姐 你可别去 你打我行 你打许良 你打得了人家吗 你白给 你投钱带路 越这么说 红莲女越生气呀 这个女孩啊 脾气还是真棒 而且这性子也叫爷练武的嘛 啊 有事你倒好好想想啊 琢磨琢磨 你弟弟是什么样的人呢 坏小子一个 他就上那当了 哎呀 把人群乐的 心说这会行了 让我三哥好好收拾收拾 出付我这种恶气 姐弟啊 来到客厅 田凌云进来 先见过爹爹 爹爹 再给徐庆见离 叔叔 一看许良 眉目可就跳起来了 哟 您就是赫赫有名 山西大雁 白眼眉 睡觉一丝不见的 许良的 他就有这么点笑 哎呀 把严正芳给气的 太没溜 你要严谦说的话没事 你大姑娘 你还一丝不挂 人一衬 徐庆也不好看 你姑娘训儿子 训成这样 梁子 见过这是你妹子 你严得活的 红莲女 年轻女 啊 妹妹 小兄 薛阳 给你见你了 哎呦 我可不敢当 您多大的能力 睡一觉 一色 就别说 哈哈哈哈哈哈 东西也丢了是吧 跟您说实话 东西是我拿的 啊 妹妹啊 啊 三哥 我独胆奔上无据 你为什么要偷我的东西 呸 虚然你尽口 你少用这个偷 我为什么要拿你的东西 我是为了教育教育你啊 你在三千户做的事情 我可都看见了 嗯 你说这个话 徐庆都傻了 心中我们怎么了 做什么事让人看见了 怎么下无门的道路了 哈哈哈哈 我说丫头 他怎么了 哼 您问他自己 飙打猛虎 对吧 啊 是是是 人家猎虎来了 您怎么跟人家说的 那我说我是 关英普色的土 哈哈哈哈 是这么说的 你就直接跟人说 飙打猛虎 不就完了吗 你为什么要骗人家 你这是瞧不起 我们三千户的人呢 您现在是白眼眉 山西大雁 一个雷天下响 谁不知道您 但是你牵不该 半不该 愚弄我们三千户的人 这我不说了 大伙把你请到屋里 排摆下酒宴 这个时候 你就应该实话实说 可你怎么说 你还说你是仙家的弟子 喝了点酒晚上 睡觉 你还一丝一挂 哈哈哈哈 你就不想想 你床底下有个姑娘了 学良心说 我哪知道啊 哈哈哈哈 太乱了 啊 是是是 显辈教区的事 快就好再睡觉 我先看看床铺底下 哈哈哈哈 别废话 你把衣服脱了 无所谓 谁让你不知道呢 老话说 不知就不怪呀 但是你睡得可够死的 来的俩人要行刺 要是没有我 把这床给扳倒 徐良啊 你九条命都没了 我救了你命 你知道吗 你去追贼去了 所以我才把东西 倒到我们家来 我就为教育教育你 看你眼空四海 目中出人 我颜颜云 岂能容你 徐良啊 都说你有能力 我颜颜云不服 今天你来到我们家 这可是好事 咱们在院里 比试比试 看看是你能力大 还是我能力大 姑娘伙真上来了 浩家 要说最刚兴 阎琴 早晚得大 还好 旁边 严正方得拦着 我 修得无礼 怎么能在你三哥面前 如此撒野呀 爹 你甭管 我非得跟他比武 哎 爹 你甭管 劝不了 严正方一看 徐庆在旁边 心说能劝自己的丫头 非得徐庆不可 我说 老三哪 你看 我丫头 这脾气 当然了 咱们都是入围中人哪 见笑了 你劝他那丫头吧 徐庆突然站起来 你 别客气 我闹着瞧瞧 徐庆也急了 哎呀 徐庆这一说比呀 把严正方气欢 你心里不真是二百五 你把爹爹都发挂了 哦 爹爹 你说我跟一个姑娘家 别废话 你未必是人家的对手 比 徐庆干嘛这样 徐庆这好伙大 姑娘当着自己的面 这么逊儿子 徐庆脸上挂不住 心想这个丫头 到底有多大的能力 跟梁再一比不就知道了吗 你别这么狂 我儿呢是喝多了 没注意 真要是清醒了 你们俩一呼 你未必是他的对手 这点徐庆做的就不对了 为什么呀 这种情况下 徐庆应该骂徐良 说你怎么能这么住 你得逊责自己的儿子 这样这事也就压下去了 姑娘也有了一个圆满的结果 脸找着了 你这一挑事 你把矛盾更给计划 所以说这样子 奴方在 却发生不了这种事情 徐庆他没脑子呀 他不管那么些子 别 都看着谁能力的 来 来到你当断 徐良想打呢 各位 发自内心的事 根本就不想打 徐良心是哪的事 人家姑娘说的对呀 我怎么能拿人家 三千户的人开玩笑 我是太狂了 我是太狂了 要是没人家救我 我现在脑袋又没了 所以人家罢了两句是对的 但是我爹爹你也是啊 你怎么能火上焦油呢 现在把事情弄到了这种地步 你说怎么办 非得离世了 所以徐良往当院一站 站到下风处 啊 显妹呀 既然非必不可 那 小兄我就 先处了 哼 雪 少说废话 来吧 姑娘早就准备好了 早晨起来就换上了短衣巾小打扮 往徐良面前预仗 三哥 请 你先进招 啊 显妹 还是你先伸手吧 别见 您是来的客人 您先伸手 啊 不不不不不不 刚才显妹说了救我一命 救人一命 受造奇迹浮屠啊 所以说 还是你也先伸手吧 哼 徐良 三哥 既然要让我先伸手的话 你可留神了 各位 红烟女 严谦女 真有本事 那 徐庆 打不了人丫头 这姑娘跟他爹严正方 能打一瓶瓶 他太有本事了 那是这套书中 女中的亏首 一前一登地 一往徐良面门 下 啪 就一拳 速度哪个快啊 别看这个姑娘 别看胳膊 她是细 但是只真有劲 啪 就不啊 徐良 啪 一闪 一拳 不开 姑娘一撤拳 下着一个扫堂 啪 下 徐良脚将近眼睛 一飞身而起 干净落地 姑娘脚落回来 啪 用一脚 把徐良再你蹦 让个姑娘三招 这是规矩 不能大老爷们儿 你跟姑娘打 尤其比是拳脚 你跟大小伙子无所谓 打你给你一拳 得撑你一嘴子 那么的事 跟姑娘打 你得如神哪 他是多有无辩 具体哪无辩 人不归细说 尤其说相 男女相 往往都是女士斗根 男士捧根 要按规矩来说 给女孩两活 这个手啊 你不能乱比划 你万一碰着 不该碰的地 连人肩膀都不能碰 我拦你一句 也就一下就可以了 点刀而已 说割肩膀上 不割上 就是往直击放 但是当下是有一定的距离 这是规矩 也是学徒学出来的 你看那没学过的男的 哎呀喝 可抱上昆诀了 太好了 哎呀你别这样 你不想话 所以说徐良 要按现在话来说 很有绅士风度 你别看徐良丑啊 有男人的担当 绅士风度 丑是丑 你细看哪 就更丑了 不是说细看票 没有 好长得跟吊死果 细看成天仙了 那不可能 但是徐良这个人格上的魅力 把他的容貌的丑 全给盖 让姑娘三招 真正一伸起手来 徐良是节节倒退 不主动的进攻 给姑娘的脸脸 徐庆长 怎么打呀 别客 你招的打呀你 干着急呀 严正方点头给徐良挑大拇指罢了 不愧为山西大雅 小无疑难怪人意的名头大脑 有涵养有胜分 按说我这个姑娘就不应该跟人家打了 人家是招架相魂 如同狼僧西湾童一般 你是步步紧闭呀 你不是徐良的对手 这人严正方很赞成徐良 好 真好 可惜呀 不是我的儿子 这么好的孩子啊 你不愧为山西大雅 归有徐青 你看自己儿的颜旗在这钻着拳 三哥打他 死里打着丫头站着 瞧我这儿子 哎 他不是我的儿子 哪怕是我半了儿子也行啊 哎呀 辣人员 我们归有这边 这脾气是长得不错 这脾气得你的男人能接受得了啊 嗯 想找个脸子呢 也没有合适 我看徐良吧 还行 嗯 挺好 老头儿是挺喜欢徐良的 这阵儿姑娘很是得意 就想把徐良给走她下 一招子子一招一招 一招一招一招 群群笨要喊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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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姑娘得意 心说就这个啊 还山极打呀 什么功夫啊 真是 都不敢进攻 忘还手了 甭问 看来我这个招数太快了 他根本挡不住 哈哈哈哈哈哈 徐良心想要这么打 打不完 打三天也是打 打四天也是打 也罢 我拉个办事 哎呀 徐良 施巴拉一转身 转到姑娘身背后 姑娘的身法也够快了 施巴拉也一转身 徐良故意拉了一个破绽 哎 这腿伸着 哎 这种招式 哎 这样 姑娘转到后 一看 腿在这呢 姑娘一看 这可是破绽 往前 咳 啊 这一脚 咳 咳 徐良就给踹趴下啊 咳 咳 啊 咳 山西燕市 翻身三脑 第一个叫好的 颜琴 哎呀 哈哈哈哈哈 可顺思我了 携点好功夫 徐秋火大 哎呦 他们越练越灰气 你那蛞团破绳 你不知道 眼正方一看 嗯 点个点头 看颜琴 看徐秋 俩人都惋惜 徐清守我儿子真丢人 言情是 徐三哥也得打我 打我姐还真不行 姐姐功夫好 太好了 小丫头叫好 小姐功夫好啊 严正芳一笑 什么都没说 丫头 回去吧 不行 拳脚三哥不是我的对手 徐良赶紧站起来 可不是可不是 我这个拳脚上的功夫是真不行啊 咱们比比兵器吧 我叫红莲女 掌紧宝剑也是打遍天下没有对手的 听说三哥的金丝大魂刀也是有独到之处啊 咱们比比兵器怎么样啊 哎呀 天呐呀 这个兵器我可不敢比啊 怎么了 刀枪无眼啊 谁伤着谁也不合适 喝啊 听三哥这话的意思 还是非得把我杀了是吧 就出你这话 我是非跟你比不合 拿来 说声拿来 小丫头得意 拖来一个盘子 盘子上放着姑娘的一口宝剑 姑娘一看这口宝剑漂亮 按蹦簧 咔蹦 咔啦啦啦啦啦啦 把武剑撑出来 先跟直录 三哥请吧 啊妹妹呀 请是请 我没有自己的兵器 而且我这身衣服飞飞大大 不合适 请先那把刀标能 还有我那瓶错的 你看 好啊 来嘞 简单揭说把徐良的东西拿过来 徐良换好了自己的衣裳 短衣襟小打扮 背后一头紧备花装 武鞋化冰囊 掌声 金丝大活宝刀 徐良往当院的战 山西眼楼会到 同年女 好 好